一名男子騎車經過 直直撞上路邊轎車車尾 連人帶車摔倒在路中 男子吃力的爬起來 整個人晃來晃去 甚至一站起來又摔跤倒地 原本以為撞得很嚴重 但是警方貨包到場才發現 原來他是生日太嗨了 喝太多 男子摔車後 沒多久警方跟救護車先到場 他的朋友也隨著趕來現場 安撫男子的情緒 在幫忙聯絡他的家人 附近鄰居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全部人都出來查看 發生什麼事 零前三點多 這名男子下半號留在公司慶生 喝了四五瓶啤酒 疑似喝太嗨 正在心頭上決定要自己騎車 不管朋友怎麼勸 男子堅持不會出事 酒駕回家 結果剛上路沒多久就撞車 停在路邊的無辜轎車 車尾板金直接被撞爛 因為慶生喝太嗨酒駕自撞 男子被依法送半 還要賠償被撞壞的轎車 他在順利這天送給自己一份 最糟糕的禮物